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看第67的比特币千万富翁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价格走势 比特币虽然在圣诞周末自低位反弹近50% 但是这样的上扬趋势并未在今天得到延续 自昨日午盘起 比特币主要以宽幅震荡为主 始终在16000美元下方波动 直到今日凌晨 比特币突然向上小幅拉升 一度触及16500美元 随后便掉头向下 一路震荡下行 并于5盘前跌破15000美元 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下跌4.4% 报14990美元 比特币两大期货 同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跌幅 截至发稿时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E 明年1月交割的 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 XBT下跌5.31% 报14970美元 交易量超过2250手 比特币现今在经历了一个周末的暴涨行情后 今日跌幅尤为明显 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现今下跌9.11% 报2649.5美元 瑞波币再度逆势上涨 截至发稿时 涨幅达6.43% 报1.14美元 莱特币在震荡盘整后 今日跳水 截至发稿时下跌5.4% 报265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华尔街率先覆盖比特币 并且已经有追踪比特币 至少4年的分析师 Nick Kolas 在数据分析机构 DataTrack Research的最新报告中预计 明年比特币的波动会超过今年 波幅可能会在6500美元到22000美元 Kolas预测 明年比特币会向其他数字货币 让出更多市场份额 虽然可能最高涨到22000美元 但至少会经历4次40% 或者更高跌幅的崩盘 最终他认为 14,035美元的中位预计 会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事实上 就在Kolas发布上述预测前不久 比特币才刚刚经历了一轮暴跌和反弹 目前市场人士 对于比特币后世的看法依旧不大相同 有人认为 比特币的价格会回落到实际生产或者成本附近 甚至其价格会跌至零 也有人向前Fortress的基金经理 Michael Novigazi般预测 比特币有望在明年年底之前冲击4万美元大关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过今年这论高调的暴涨行情后 比特币的投机属性早已大过它的投资属性 而很多投资者也根本不关心它是不是泡沫 只在意它是不是能交易 是不是能赚钱 不过近来有不少公司通过加入区块链概念的方式提振公司股价 例如长岛冰茶股份有限公司Lang Iceland Ice T Corp 股票代号为LTEA 最近更名为Lang Blockchain Corp 以此表明公司与区域块技术相关联 从而获得更高的估值 其股价更是在两天内从2美元最高飙升至9.5美元 一些观察人士把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潮流掉印 与20年前最终破灭的互联网泡沫进行了比较 同时联合国也表示 这样在一天之内市值上涨或者下跌5到10倍的公司 只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区块链公司 最终都会成为泡沫破灭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的表现 比特币ETFGBTC受到比特币回调的影响 高开低走 截至发稿时下跌6.4% 报美股2209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OSTK下跌1.45% 报美股68.2美元 XNET上涨4.01% 报美股14.8美元 RIOT下跌7.62% 报美股28.84美元 GIOW下跌3.82% 报美股4.28美元 上周一暴涨3倍的LFIN近日上涨3.55% 报美股56美元 上周三暴涨4倍的NET 近日大跌14.4% 报美股11.77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近日也以下跌为主 截至发稿时 BITCF下跌12% 报美股1.1美元 MGTI下跌6.83% 报美股4.98美元 BTCS下跌3.4% 报美股0.2331美元 BTSC下跌3% 报美股0.285美元 GLNNF上涨16.07% 报美股1.95美元 UBIA上涨15.15% 报美股38美元 以上就今天的比特币千万富翁数字货币赚钱资讯 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实时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见